下面这个命案 基隆市政府呢 有一位女性的约聘人员 上班上上上到了中午 结果人不见了 调阅监视器的画面 结果发现呢 这位女员工 她搭上了一辆轿车 就开走了 到底是谁开车 开到哪里去了 这个女子的好朋友呢 有一位前电视台摄影记者 热心的帮助家属来找人 但是为什么 她要不断地打探 警方侦办的进度呢 本来毫无线索的失踪案 结果却是因为一颗 大一的扭扣 点出了凶手是谁 警方机制跟凶手来缠斗 一项又一项的证据浮现 让凶手无所遁形 那她下午呢 没有上来是因为 我们认为她在楼下值班 所以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说她是不是有盗期 平常上下班 相当规律的女员工 突然离开工作岗位 又没有跟任何人交代 同事们都觉得相当不寻常 结果大概三点 三点钟左右 我那个服务中心有打电话来 说她没有在楼下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紧张 25岁的婷婷 3月3日这一天上班到中午 人就突然失踪了 在基隆市政府担任约聘部人员 婷婷上班向来很正常 从来不会无故离开岗位 到底去了哪里呢 婷婷婷和爸爸的感情相当好 吴秀常常会送便当到五金行 给开店的爸爸 这一天中午十二点多 吴爸爸还曾经拨电话 婷婷说很快就会带便当来 没想到等半天都没有看到女儿 最后连手机都打不通 婷婷的一个好朋友 平常称为大哥的赵思恒 热心的陪吴爸爸去报案 警方调出市政府旁边邮居的监视器 发现婷婷离开的身影 婷婷搭上了这辆香槟色轿车 开车的人到底是谁 这个消息传到好朋友赵思恒而理 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这个女孩子失踪之后 赵思恒一直在她家 就是跟她家人保持联系 那一直显示的非常的热心 想说了解这整个案件 征办的进度 也一直一再地表示她 原理来想帮我来协助找这个女孩子 赵思恒关心的方向 和其他朋友大大的不一样 一直想从婷婷的哥哥口中 探寻警方调阅的监视器 有没有拍到车号 家属警觉很不寻常 立刻告诉专案小组 结果调阅婷婷电话通连记录 发现她最后发话的位置 就在赵思恒住处附近 立即申请搜索票前往搜查 就到她的那个处理搜索 找到了一个蛮奇怪的 这个失踪吴小姐的一个纽扣 她嫌患她自己也 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纽扣 因为她现场已经有清洗 已经做过处理了 这个纽扣的发现也是蛮玄奇的 这个纽扣就包在厨房水槽 旁边的抹布里 赵思恒看到纽扣 脸色突然一变 因为这是婷婷当天穿的大衣 上头的木头纽扣 而这个纽扣连着脱落的线头 还沾着一些草和泥土痕迹 赵思恒脱下的一件衣裤 监视小组发现也沾有相同的泥草 第一我们被害者曾经在这个地方 造型的这个住处出现过 第二个 这个再加上这些泥土的 这些基础来判断的话 还有那纽扣的来判断的话 那个我们被害者 以身不测的机会非常高 赵思恒是按程度渐渐升高 不过他还是否认和婷婷见过面 表现得非常的镇定 因为他有 也有一定的法律的基础 因为他当时好像 打算要考试法官 他好像有一定的 他之前在服役的时候 好像也是 在曾经当过 那个军中类似管理员的 好像位置还比较高一点 类似管理介乎科长的这种 一般民间监力介乎科长的这个角色 所以他对一些法律的查识他很清楚 警方深入了解赵思恒的背景 原来他是建兵专修班37期 一年前从国防部新店监狱 少卫分队长一直退役 曾经当过介乎对队长 对于法律相当了解 不过当时主办这起命案的蔡条坤 把电话通电记录 纽扣和监石器画面 一向向证物摊出来 赵思恒知道逃不了了 终于交出他把婷婷的尸体丢弃在七路山区 用棉被把他整个滚绑起来 好像还有用塑料袋 把他整个滚绑起来 然后就应该他是 他要找一个地点 就把这样直接推下去 其实他当时这个案件 他带我们去的时候 他一看就可以知道 他地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一眼可以编织出来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气势的动作 也是蛮 可能在当时的时候也是蛮猖狂的 你手腕有被手套靠过的痕距 对 而且就是这样拦血 或者怎么样 这是反抗的 所以他全部都拦血 这个都红掉了 衣服有没有被撕 小伤还是在那边小伤 内裤还有 抓痕的 婷婷的爸妈实在很难接受 女儿竟然会被朋友杀害 而凶手还是婷婷前男友的邻居 三年前我们知道说 好像曾经有追过 但是是不是有真的追 真的不想问 大概六七年前就认识了 一直都有联络 然后感情都一直一直 朋友之间的感情都不错 两人相识好几年 赵思恒一度追求婷婷 却遭到拒绝 善良的婷婷 还是把她当成大哥哥 没有戒心的下场 竟然是成为赵思恒缺钱 下手掳人勒鼠的目标 她就是先以修电脑 把她骗到她家的住宿 那女孩子是一个 我们很热心 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她也不宜有她 因为我平常都称呼她 大哥大哥的这样教她 所以她就 贴了她的电话之后 她就从她工作的地点就下来 然后就坐了 唱了她的车 赵思恒一回到家 马上露出争獰目 右手勒住婷婷的脖子 抢压到主卧室床上 拿出自备的绳索 捆帮婷婷婷右手 接着要绑左手的时候 在婷婷增长和央球下而作罢 同时把婷婷的手机关机 不让她有任何求救的机会 我们这个被害者 在那期间一直在归劝她 说叫她赶快放她走的话 这事情当中没发生 希望就是说 因为他们两人也认识 她这女孩子会让她善良 就说你不要 就是劝她不要再一做再做 一直在去归劝她 他们两个还僵持了一段期间 赵思恒摆明了绑架婷婷 就需要跟她的家人 勒索两百万赎款 婷婷眼见规劝不动 就把主卧房的门反锁 故意把电视声音开很大 决定趁赵思恒没注意时 想办法从酒楼投出去 窗户 她就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用她的床备 捆绑 动成类似一个逃生锁 她在先绑在 她楼上的床眼之后 然后才打算从她楼上算攀岩到她底下的那个床眼去 前一两天好像有下过雨 所以她的床眼有点滑 加上一个女孩子要从 你要从这个楼上攀爬 从这个修正所攀爬到不然 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其实很困难 所以她就失手 大概就从高楼坠落 她是听到砰一声 她打上面一看 窗户打开 然后再下去看 那女孩子已经跌下去了 她就马上再下去把她包上来 赵思恒认为人已经死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气势 湮灭证据 把挺凌的手机和证件装在塑胶带丢进垃圾车 尸体备单包裹之后 再以胶带捆绑 再运到山区丢弃 却又担心查到她身上 所以假好心帮助家属找人 实际上却在探厅进度 终于还是露出马脚背带 而会走上这一条不归路 全是因为缺钱 她是从金钟退役之后 她的金钟退役的一些积蓄 一些退休金 她有去投资一些事业 好像有投资网卡之类的 那后来这些网卡经理不散了 好像这个退休金都几乎都 都好像都整个都亏进去了 160万的退休金 短短一年败个精光 反正前一年还曾经到电视台 担任基隆助理记者 却因为不适应新闻忙碌工作 短短一个月就离职 最后为了朋友的一段话 竟然动了歪脑筋 蛮亲近的朋友 到大陆去发展 他也跟他讲说 大陆只要一两百万 你当时啊 当然现在的穷金跟当时 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只要拿个 找一两百万的钱来大陆 这边日子就很好过了 心想在台湾没钱没工作 实在过不下去 干脆做一件大票的绑架案 拿到两百万就逃到大陆去生活 他先去买了电话卡 为什么 他就是要可能要做一些动作 要去规避他的身份 第二个他要买了台湾证 他大概想说 如果钱拿了之后 马上就要跑 周翔计划绑架案 不仅先假装驾照被吊扣 向朋友借证件租车 连得手后 逃往中国大陆的证件 也都准备好 接着挑选婷婷为下手对象 因为他认为无家开五星行 生活环境还算富裕 但是千算万算也没料到 婷婷会因为要投离现场 而坠楼 结果不但勒熟没得逞 还弄出人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你 我问你最后的原因来 你是借了他钱 你知道他妈妈 干嘛这两天都根本吃不下饭 睡不着你知道吗 自认为现场清理干净 应该没有留下任何证物 最后明明中 遗漏死者一颗大衣扭扣 成为破案关键 赵思恒过去扛着摄影机拍摄嫌犯 如今却成为被报导的 命案新闻主角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